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的进入教你超股108克系列第21克 核心 折股的核心原则 以及股票三不住 现在这是一篇非常非常核心的内容 它这核心处在于 如何在源头上增强你的机会性 以及降低风险的程度 好,那么咱们直接进入重点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7日 那么这篇内容咱们在昨天晚上 其实已经有所表达 只不过是用文章的方式 那么今天是用视频的方式进行解读 以及加强 好,先讲核心 核心的话 首先给大家展露一个个人的一种理解 也是一种分享 在股市当中 对于绝大部分股友来讲 都离不开两个字 一个是亏损 两个词,一个是亏损,一个是被套 那么风控体系内的亏损 属于正常现象 无伤大雅 不可避 无需避 以笑而过 什么意思呢 在风控体系之下的 或者说呢 按照一定的方法交易的 例如说 用传统视角 就是所谓的指引之神 这是方法内的一个视角 按照阐释的一个角度呢 就属于要有严谨的退出机制 或者说呢 买点买卖点卖 只要呢 符合相应的相应级别 相应的卖点 你把它卖出了 那么这就是对的 这属于正常现象 不可避免 也无法避免 更不需要去避免 它这是一个 它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就像你喜欢白天 你可以呢 在白天上面 这更加珍惜白天 晚上休息 但是你不可能阻止 晚上的到来 好 那么风控之外的亏损呢 或者说是没有风控的亏损 或者是声套 皆为人祸 在股市交易当中 但凡大的亏损 动不动亏损 30% 50% 80% 惨亏 99.9% 皆为人祸 即操作适当所值 或者说瞎搞所值 好 那么本文的核心思想呢 首先 交易而言 需要先建立一个股票 能做和不能做的概念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呢 那么本节视频对你的帮助 相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或者是 具有启发性的 不能做的股票 坚决不碰 那么对于很多股友来讲 其实你要是看以往 自己持股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标准的 有高高在上的股票 有在底位 趴着无量无价的 连连亏损的 什么类型的股票 可能都会遇到 都会对你来讲 可能都会成为你的滑铁炉 好 不能做的股票坚决不碰 在股票能做的前提之下 再去研究如何去做 而股票能做和不能做的话呢 是一种发展中的状态 能做的转化为不能做的时候 就是说满 就是已经从 已经符合退出机制的时候 一定要果断的退出 不要有任何的优移 那么当不能做的股票 发展成为可做的阶段的时候呢 那么你可以选择性的 优中选优 好 那么能做的 而且也要按照一定的方法 不是乱做 好 那么咱们直接进入重点 首先呢 选古的核心原则趋势力 那么给它录列三条 其实呢 在产师的原文当中 有一篇内容 只不过呢 它的比喻和措辞 修缠的话呢 其实从成年人的视角 如果说呢 心思比较通达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 是不能聊的 不能放在桌面上讲的 所谓佛家云 所谓空极之设 设计之空 只不过呢 考虑到平台的监管 以及呢 可能部分 古有的一种 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所以说呢 咱们就 避免 因为他当时用的 用的例子 不管是男孩女孩也好 还是属于像 一些场景也好 或者一些语言表达也好 可能有一点过于敏感 好 那么咱们录列三 其实阐释的话呢 他就讲了三个独立的维度 三个独立的系统 那独立的系统呢 一个是 对应的是属于基本面 这个基本面的话呢 不仅仅说是业绩的层面 它是像消息政策 环境都属于基本面的一个框架 再来的话是比价 这个比价的话呢 指的就属于优中选优 或者说的货币三家 那么同样的 同样相似的走势结构 那么呢 什么样的企业 或什么样的个股 它根据优势 比价 第三个的话呢 才是所谓的走势结构 比中枢 满卖点之类的 好 那么从趋势类方向 就是属于把握 用波段的视角 或者是用中长的一个 视角来去观察 用趋势类的一个视角来讲 是什么呢 第一原则 股价站在140年军线上方 业绩非亏损 这是第一原则 如果说股价都没有站在140年军线上方 在我的方法当中 或者在这样的技术表达当中 它是没有趋势的 它既然说还没有趋势 你谈何把握趋势呢 把握趋势的前提 它首先先形成趋势 好 第二原则的话呢 是在第一原则的前提之下 同类则优 什么叫同类则优呢 例如说一个行业里面 或者一个板块里面 一个方向里面 并不是说这个方向里面的股票 你都要去把握 而是呢 有个重点折取 如果说业绩行业地位相近 那么选择技术面 刚刚走出趋势的量价配合的 例如说同样的 同样的方向 那么有的购物的话呢 短期翻了两倍了 有的购物的话呢 业绩的话呢 也是蛮好的 或者是行业地位也蛮好了 它只有强烈的不长逻辑 刚刚走出趋势 那么肯定是选第二种吗 就是业绩行业地位相近 选择技术面 刚刚走强 刚刚走出趋势的 量价量价配合的 而如果说技术图形相似 那么选择业绩 股价行业地位 根据优势的 就是属于比价的一个事项 优中选优 好 这是第二原则 第三原则呢 也是重中之重 行业 有前景 有未来符合国家发展方向 有增测 长期支持的行业方向 好 这是趋势类的选择 折股层面的三个层次 或者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的话呢 只是在源头上面来提高机会本身 好 那么这里面的补充一点 就是股票三不做 那么既然说有这样的一个 折股的一个三个原则 那么呢 与它说堆立的 股票三不做 就是不做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不做140年平均以下的股票 不做连年亏损的股票 不做ST的股票 但是这一块的话呢 对于你来讲能不能形成你的原则 你自己呢 认真思考之后 如果说能 那么呢 只要说具备这样的一个逻辑 有些亏损 它是可以呢 规避掉的 就是那一些大的亏损 例如说举个例子 例如说像金发科技 像这样的个股 只要说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自从它价格呢 回落到140年平均下方 好 价格呢 回到140年平均下方过之后呢 它属于不能做的范围 不能做的范围之内 你只要说在不能做的 好 金发科技 在它不能 不能搞的范围之内 或者不能做的这样的条件之内 只要不去做它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这类个股 好 金发科技 好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个风险 单边下跌的风险 它就与你没有关系吗 好 这是金发科技 好 那么对应的 像这样的40%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跌幅 就可以没关系 例如说呢 像山江购物 好 那么有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些 嗯 会有一些粉丝朋友呢 会留言 或者是会咨询一些个股 个股的话呢 有的个股 例如说 嗯 它不是说某一支 而是某一 从技术表达来讲 它的140年均下方 然而为能不能自由 或者说呢 能不能当成中线 或者当成长线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标准的话呢 它能不能 或者业绩好不好 行业好不好 这是 其次 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呢 140年均下方 我不去做它 不自由 不去死堂 不去做它 那么什么时候 重新站上140年均线之后 50单上穿 然后的话呢 有量 MSD进它上临组 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了 我才去关注它 好 那么呢 行业也好 政策也好 或者是业绩也好 它仅仅是你吗 仅仅是你 选择与否的理由之一 不是你持股与否的核心依据 就是 一定要清楚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 那么呢 同样的 再给大家举例 列说的 这是咱们在昨天晚上的文章里面 想的比较详细 好 列说的话呢 像 举个例子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视角列说像 对应的 好 列说像蓝色科技 蓝色科技 那么像蓝色科技 这类个股的话呢 首先这一只个从长周期来讲 就是股票呢 有的就呢 即便行业没问题 或者是有前景 例如说像科技啊 或者是消费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 方向 长周期来讲 方向没问题 但是还有周期啊 这个周期指的是什么呢 从趋势本身的视角来讲 在这个 同样的一只股票 还是它 在这个区间里面 它就属于吗 属于不能搞的范围之内 就是不能做嘛 不能做的范围之内 你只要不去做它 那么这样一个大的亏损 是可以规避掉的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好 那么当它从不能做 转化为能做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 那么你再去研究 用什么方法 例如咱们前面讲的话呢 例如说 把我买点 对应的用五分钟级别的 三连买点呀 或者是用 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连买点呀 或者是贴着五军 贴着十三连军线呀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视角 但是前提 它要处在能做的范围之内 好 当它又转化为不能做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怎么办呢 当它破了一百四十年区域的时候 不要关心它未来 能不能涨上来 它涨上来之前的话呢 最起码什么呢 最起码它要先 重新回到一百四十年区域上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要说不做 远离一百四十年区域下方的股票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主跌阶段的 或者是这样的跌跌不休的 在这样的阶段 是不是可以规避掉呢 好 这是蓝色科技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好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就是像京东方案 京东方案 那么这一次 我认为它的未来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但是呢 你不是认为它未来 值得期待的 这一个主观视角 或者是 结合它的一个业绩而言 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但是呢 它不是你持无的理由 不是你买入的理由 例如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它没有真正的 所有的历史的底部 已经是走出来的 不是你提前猜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要按照这样的一个 最简单的原则 最起码呢 这样的一个风险 你是可以完全躲避掉的 这样的风险 你是可以完全躲避掉的 那么当它处于 这种能搞的范围之内 你再去思考 或者再去用 再去用什么的方法 去把握的问题 可是这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了 还是就是140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114天均线下方的股票不做 如果说当前在114天均线附近徘徊的 又破了114天就怎么办呢 我可以先规避 等它重新站上来 我重新再去思考 好 这是核心 那么我们在 如果说你之前就有这样的原则的话呢 在历史上会不会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亏损呢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讲 那么连年亏损呢 咱们就不用细说了 连年 就是越往后啊 应该预注重基本面的公正 因为呢 随着不管是IPO常电话 还是新 还是注射制的一个推行 那么呢 后面推势制度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或者成为一种更加成熟 那么一些连年亏损的个股的话呢 尽可能的 就是越往后的话呢 其实越几个主导 这一块的话呢 它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说呢 连年亏损的股票呢 从趋势角度来讲 不去碰它即可 ST的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 往下面去看 那么短线 超短线的一个视角的话 咱们尺寸呢 罗列的也是三个维度 这两个维度 第一个从成交量 短线的话呢 其实业绩好坏啊 对于短周期来讲 影响它是微乎其微的 就是呢 从短线的视角来讲 更注重强弱 更注重资金 更注重当下的热炼 那么呢 第一原则的话呢 成交活跃 最起码呢 在近期三五天之内 或者是近期的话呢 它有量能的方大 这是第一原则 第二原则的话 近期出现过涨停码 列书呢 咱们前面讲的有一个 专门针对于短线的一个方法 方法的话呢 是属于列的涨停单阳不破 好 第三原则的话 最好是市场当下的热炼方向 或者比较活跃的板块 这是折股的一个思路 好 那么咱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里面有个补充关于新股的 新股的话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 有的职业收听 兼职收听的粉丝朋友呢 应该印象深刻 修缠的话呢 很少会点评新股 或者是近端的持新 尤其是上次不超过 是60个交易日的 那么这里面呢 给大家讲一个态度啊 就属于在2017年以前 新股的话呢 还是比较有市场的 就那不管是新股 还是持新股 短线的赚钱消息 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但是从2017年3月份以后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 当前的话呢 随着新股的发行常态化 IPO常态化和注册制 那么呢 新股的稀缺性大大降低 大大降低过之后呢 新股 尤其是上市60个交易日以内的个股 它的持续通常比较差 比较差的话呢 对于目前的环境来讲 一般呢 就对于上市不超过60个交易日的 一般也不会做 而且呢 也不提倡技术水平 不到家的散户 粉丝朋友呢 去把握 这由因为呢 对应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视角 例如说呢 从次新股板块指数 我们来看 好 那么次新股板块指数的话呢 那么从2007年的3月份 好 从2007年的3月份这个位置 这是2007年的3 4月份 它是一个分水岭 在这之前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次新股指数 它是阶级新高的 阶级新高 每一个阶级新高的话呢 对应了 它的一个赚钱效应 还是比较 对于短线来讲 对于 对于超短线的视角来讲 它是 次新是一个 不可忽略的一个方向和板块 但是从2017年之后 一直到现在 那么次新股指数来讲 它是持续阻弱的 那么我们再看具体的个股 次新股 好 个股的表达 个股表达的话呢 咱们 翻一 随便翻一翻 一个是翻 当下领涨的和领跌的 咱们随便翻一翻 翻一翻的话 会发现了 尤其是这样 创业版的股票 以及呢 包括如果说注册制 一旦全面执行的话呢 对应的 它可能上次首日 基本上就把它的 这样的市值 或者这样的一个预期 给完全给兑现 或者消化了 后面呢 它就是坑 就是呢 它的持续性来讲的话呢 对于 次新来讲 是越来越差 而且呢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股票的话呢 基本上 开上市之后 或者是 点板上行 或者是冲高一下之后呢 后面就是一个 单边下跌的 或者是一个持续走弱的 你不要只看一支 而是呢 大量的去翻一翻 闲来无数的大量去翻一翻 如果说它是一种 绝大部分情况下的一种状态 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参与嘛 就是一个板块 值不值得你参与 参与取决于它的正经效应 如果正经效应非常非常低 你还去参与干嘛呢 为了那 就是为了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为了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耗费自己这么多的经历 时间和资金 这不是一种 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非常吃亏嘛 好 这是对于 赤心的一个补充 所以说呢 对于尽端赤心来讲的话呢 当然也 也会碰到 个别的 就属于表达比较强的 或者那近期走的比较强的 但是呢 要知道这是一个 从概率层面来讲的话呢 近期就是赤心股的话呢 个人认为 对于一般散户来讲 还是少参与 尤其是上市在60个交易者以内的 好 其实你只要自己翻一翻 就知道为什么了 不要有太高的矫情心理 如果说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 他都不用这种吃予性 为什么你把握的那一个 他就一定好呢 这是 好 这是 做个补充 好 那么怎么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好 这里面的话呢 讲到的就是 既然说 从趋势类的方向 有一个泽骨的 三个原则 已经三不住 短线四角的话呢 有他的一个维度 那么呢 具体交易方法的话呢 咱们点一下 像前面 咱们点评最多的 讲解最多的 像残论买卖点 残论交易体系 残论是一个完整的思维体系 和技术体系 也是一个交易体系 好 包括了咱们近期 包括了前面讲的 事实上也比较多的 就像三线操盘系统 包括了短线 操短线的一个角度来讲 涨停单向不破 这里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根据自己的 觉得哪一个更适合自己 选择性的去加强 去形成自己的能力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重点 就那交易系统的话呢 各有不同 每一个有 但凡有大的成就的交易者 或者是 做的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 非常突出的 他一定有自己的法门 但是呢 不管是什么 就是不同的人 他背后的方法逻辑 可能略不同 或者是不一样 但是呢 核心的 核心的一个逻辑里面 必然会包含进场机制 退出机制 仓位管理 风控 这些最基本的核心 也包括完整性 那么对于很多 国有很多 粉丝朋友来讲的话呢 那么 有的那收听 修缠的 这样哪个视频 或者这样栏目实验 也不短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你能不能逐渐的去形成 自己的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这一点是 是核心 也是重点 好 那么咱们来去看 就是首先 有些 就是要分清楚 有些股票呢 是不能搞的 或者当前的阶段 当前的状态 是不能做的 只要是属于不能做的状态 那么呢 就不管怎么样 一定不去做 你只要满 把这一点做到了 你回想一下 你过去的 经 交易经历 是不是有50%以上的 一半以上的亏损 是完全可以规避掉的 如果说你 你只要有这样的概念 有这样的原值 和这样的执行 半数以上的亏损 是可以完全规避掉的 还有一些亏损呢 可能是源自于 方法论的事情 股票可能是一个 好的股票 这是择时 或者节奏 或者是买卖点的把握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好 这是咱们今天 讲的一个核心 就是说呢 对应的在 不妨 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咱们再做一个 总结 什么总结呢 不能做的股票 一定不做 这一点呢 形成一个铁律 让它深入人心 深入你的内心深处 只要股票呢 这有两层面 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呢 从 交易之初 悬股层面 它不符合能做的一个标准 我就不去做它 不管它是不是有利好 是不是有政策 是不是有消息 是不是被别人忽悠了 有多好 你只要不满足 能做的一个标准 我就不做 这是一个 第二个手中有的股票 一旦它发展成为不能做的状态了 我及时的把它丢掉 其实就一定满足退出机制了 我及时退出 这是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 一个是属于在责补之错 我就考虑的更全面一些 一个呢 是属于交易过程当中 跟踪的过程当中 唯有这样的原则 有这样的视角 仅仅这一点就能够 最起码呢 不能这一点 它不能保障你能够有多大的盈利 做得多成功 最起码呢 它能够让你规避掉 百分 绝大部分不必要的风 不必要的亏损 在源头上面降低风险本身 提高机会本身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至于说像原则层面 就是像趋势类的第一原则 第二原则 从容之中 如果说有 你有什么呢 你有自己更好的一些标准 更好的一些条件更好 如果说你没有 那么你可以去尝试的去建立 好 那么思考一个小问题 就是呢 在此前 你自己心中 有没有这种清晰的股票 能做和不能做的概念 如果说有 那么的话呢 就不断的加强和强化 以及呢 形成这种原则和底线思维 如果没有的话呢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分享通过这样的一个 章节的学习 能够在自己心中 形成清晰的 能做 股票能做和不能做的概念 不能做的 坚决不做 能做的话呢 在想 在 用什么的方法 按照一个章法去做 而不是瞎做 好 那么呢 关于能做不能做的标准 那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不断的去提高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像文章类的话 喜欢阅读文章呢 可以呢 看文章 那么呢 视频的内容的话呢 也是有些重要的补充 其实呢 对于能做和不能做这个最源头的一种概念 如果你没有很多时候的话呢 就是因为 为什么 为大家思想一下 为什么说 绝大部分散户 或者自己 做不到 其实的 立场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 从更深层次来讲 或者是贪情吃慢疑 就是属于这种贪婪和恐惧 或者从 从交易的习惯上面来讲 嘴掌杀爹 或者说呢 一些不良的习惯 但是从更本质上面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 因为你没有一个严格的退出机制 或者说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哎股票到什么程度是不能做的 是必须要丢弃的 如果有的话呢 只要有执行力 最起码呢 在股市当中 做到封控 做到避险 做到规避大的损失 是完全没问题的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至于说 如何取得更大的盈利 这是取决于 更细节处的方向 没问题 各股 选股层面 也有 大概率上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再结合具体的 怎么操作 怎么去把握节奏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但是长期 长按点赞的话呢 会变成强烈推荐 我发现呢 近期 强烈推荐的本事朋友越来越多 这里呢 表示感谢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时间精力 允许也争取呢 多分析一些图文并茂的 就属于呢 带一些文章类的 一些文字类的东西 可能对于一些粉丝朋友来讲 可能有更好的一个方便和帮助 好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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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